鸿海入主夏普之后 对于大中华区的市场更加积极 最新发表的手机AQUOS S2 也是继中国大陆之后在台湾登场 主打全荧幕设计 让5.5寸的大荧幕 也能有4.9寸的握感 而且这还是夏普第一支双镜头手机 在拍照功能下是下了不少的功夫 希望能够延续先前在中国 预购量不到5天 突破20万只的热度 也为后续包含像是华硕 三星 以及苹果等品牌手机大战 揭开序幕 日系大厂夏普 系数旗下全荧幕手机 竟然已经推出28款 现在第29款也就是AQUOS S2 也要在台湾正式推出 号称是全球第一代三面窄边框手机 荧幕占比高达87.5% 抢在9月iPhone A前亮相 也展现鸿海入主夏普后 积极想抢进大中华市场的决心 说到夏普最擅长的正式萤幕部分 采用FHD高解析度 还有135%sRGB超广色域 让色彩表现更加鲜明 至于要做到三面窄边框 还必须用到最新的 FFDE型萤幕切割技术 将前镜头迁入萤幕中 就像是多了一个美人间 让即使5.5寸的大萤幕 也能够有4.9寸的轻盈手感 这一次夏普推出的新机 它的特色除了是正面看到 这个异形切割萤幕之外 我们翻到背面可以看到 还有两颗镜头 它也是夏普第一支双镜头的手机 分别是1200万画素跟800万画素 而且因为它是双镜头 所以它也更轻易地 可以达到景深的效果 实际测试可以发现 透用背景湿化效果之后 前景或是后景深都能轻松转换 同时也配置了F1.75大光圈 以及双向位全画素对销技术 能在0.1秒快速精准对焦成像 此外手机背面机壳 高配板采用一体成型的 无曲面3D玻璃背盖 然后镜头一整块玻璃包覆 不开孔彰显日系功法 这支手机已经有一支样机给郭总在使用了 他是用得很满意很高兴 夏普手机的策略部分来说的话 其实在7月的时候他们已经宣布说 要跟中国的一些像这些京东电商 或者是像一些传统的通路商合作 其实在通路布局上面 他们有一些结盟的一个部分 那在产品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他这个产品主打所谓全萤幕的部分 从夏普打头阵之后 也揭开下半年手机大战序幕 包括本周四十七号登场 华硕Renfone 4的发表会 最大宣传亮点就是 韩星孔流将会来台湾代言 还有8月23号 三星的Note 8也将在纽约发表 更不用说紧接在后的苹果iPhone 8 两大阵营都可能会采用全荧幕手机设计 这次鸿海夏普抢先机 在中国大陆也冲出开卖不到五天 预购量超过20万只的好成绩 就看这股力道能否持续延烧 记者朱思汗 严连凯台北报道